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文亮商标 雷神山 火神山这两个最重要的医院的名字 以及钟南山院士的名字 所有我们抗击疫情涌现出来的新闻人物的名字 都被这些人恶意抢住了 当时我就讲这些人脑子是坏掉了吗 我实在是想象不到若干年之后 有人你敢去卖李文亮牌的各种商品 而且还有人敢去买吗 劣势的名字在你们心目中就那么不值钱吗 那一期节目我们还说 今天商标注册绝对是个乱象 对于很多人来讲 他们是挖空心思 想去抢住别人的商标 对他们来说 抢住商标一本万利 花个一千多块钱 我注册一个商标 未来过个三五年可能就升职了 他们经常口耳相传说某某人当年注册了一个商标 结果一卖 卖了五十万上百万上千万人民币 所以很多人都想像他们那样 不劳而获 悄无声息的就能发一笔大财 好吧 如果你知道国外有某个新兴品牌 人家还没有进入到中国市场 你能利用信息不对称 抢先一步 把人家的商标给注册了 未来他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时候 你可以卖给他发一笔大财 这多少还算你做了一些功课 对于人家国外品牌来讲 人家高价买你的品牌 也是为了创造一个广告效应 但是你去抢住这些英雄的名字 这算怎么回事 难道就没有相关部门 出来管管这种乱象吗 难道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 无所谓 不就是花一千多块钱吗 注册成功了你就发了 不成功 你损失也就千把块钱而已 不是的 有相关法律管他们 早在去年十月份 我国就已经通过了相关法律 要出重拳打击这种恶意抢住行为 就在这两天 全国各地相关部门 已经约谈了多起这种恶意抢住商标的事情 而且有好几起已经开始罚款了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我们可以罚你五千到三万 而且还可以罚你违法所得的一倍到两倍 罚的钱虽然不算多 但是这足以给商标注册界的很多人一个警醒了 今天和过去不一样了 以后你再去抢住商标的时候 麻烦你动动脑子好好想一想 你去抢住的这个商标 有没有违反公序良俗 有没有伤及我们老百姓朴素的感情 如果有 那你的损失就不是注册费那么简单了 未来对你还有很严重的经济惩罚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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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